女孩子要懂得自尊自爱 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把自己变得足够强大了 别人才会崇拜你 才会仰慕你 很多时候 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 总是迷失自我 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甚至会一决不起 会开始颓废 殊不知 自己越颓废 生活就越糟糕 感情中 我们总是为了爱情而放弃自我 眼里只有爱情 没有自己 不会爱自己 却只会付出一切就爱别人 殊不知 这样的行为 不仅不会让你的男人更爱你 反而让他们看不起你 一个男人怎样看你 取决于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足够优秀了 别人才会用更高的眼光去看待你 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个资本 没有那个能力 那别人也肯定不会搞干你 小曼是一个极度自卑的女孩 特别是和男朋友王宇在一起以后 因为是小曼主动追的王宇 所以她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王宇 而且王宇长得特别的帅 而小曼长得非常普通 和王宇在一起以后的小曼 总害怕王宇会嫌弃自己 然后离开自己 所以小曼会尽自己所能去对王宇好 希望王宇可以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每次一有好的东西 都会想到给王宇 小曼有一次 甚至还为了给王宇买鞋子 而自己省吃钱用了两个月 这让王宇知道了 不仅心疼 而且压力很大 她认为小曼没必要对她这么好 这让王宇心里感觉很对不起她 而且这样的小曼 自从和王宇在一起以后 似乎就忘记了自己 不会爱自己 爱王宇胜过了爱自己 这样的行为让王宇有些看不起 为什么王宇会看不起小曼呢 一个女人爱男人是一回事 但是爱她也要有个度 不能为了爱她而放弃了自己 不懂得爱自己的女人 只会把自己心里的爱 施加给别人 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异性交往中 女人一定要懂得爱自己 这样才会让男人高看你 也会让他更加地珍惜你 对你更好 一 不懂得自尊自爱的女人最可悲 女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 就算你不去爱别人 也要懂得爱自己 懂得尊重自己 爱惜自己 毕竟我们的人生很长 我们的人生也应该是为我们自己而活 有些女人 有些女人为了某些利益而丢弃了最真实的自己 不把自己当回事 不懂得自尊自爱 这样的女人不禁可悲 而且也会让别人看不起 因为在男人们看来 那些不懂得自尊自爱的女人 连自己的事情都不负责 没有一点责任感 一点价值都没有 这样的女人 一般很少会得到男人的信赖 二 越是贵的女人 越是懂得爱自己 越是高贵的女人 往往越懂得爱自己 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才是最尊贵最重要的 她们会享受生活 因为爱自己 不管何时都不会忘记自己的价值 这样的女人往往更能得到男人们的注意 因为她们特殊 懂得爱自己的女人才会更好地爱别人 在男人们眼中 懂得爱自己的女人最高贵 所以 女人们要学会爱自己 这样男人们才会高贵你 不会辜负你 也不会轻薄你 学会爱自己了 自己也会过得很幸福 把自己照顾好 男人才能被你的魅力折服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我们最亲近的人 还有我们自己 只有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所以要学会照顾自己 把自己照顾好了 才可以有更好的姿态和更好的生活 女人学会爱自己 让自己变成更加完美 更加成熟的女人 男人们就不会看不起你 而且会被你的魅力所折服 会因为你的美 你的高贵而高看你 如果不懂得自尊自爱 只会微微地为别人付出 在自己的人生中 把自己给忘了 就像小妈一样 只会让男人看不起你 而你的付出 也不会留一点痕迹 在对方的生命里 如果你希望 你的男人一直喜欢着你 并且很尊敬你 仰慕你 那你就要学会爱自己 把自己照顾得富富贴贴了 才能去照顾他 把自己变得更完美了 他才会被你的魅力承服 所以 让男人高看你的秘诀 就是学会爱自己 知乎上有个提问 有哪些道理 是你结婚后才明白的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 男人比女人更爱听甜言蜜语 我花了很多代价 才明白这个道理 通俗一点说 就是对于老公要多夸 如果你经常埋怨他没用 婚姻差不多 完蛋一半 如果你经常在他朋友面前 埋怨他没用 那婚姻只剩 苟延残喘 文章下许多男人留言 如何才能不经意的 让另一半看到这篇文章 许多人结婚后发现 这个人跟结婚前不一样了 后悔自己看走了眼 殊不知 自己也要对此 负一半责任 如果习惯性贬低伴侣 说他这不好那不对 他就会破罐子破摔给你看 让你知道他还可以做得更差 人间对卖忙就会互相伤害 谁都落不了好 唯有夸奖会让人想展现最好的一面 男人的心里不仅有座森林 还有个海底 那里藏着征服他的秘密 夸奖 一被夸奖的男人疼老婆 曾世强教授讲 易经的智慧时说过 男人是羊 女人是婴 女人适当适弱 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优势 聪明的女人会把家里的关系理顺 把日子过好 从不跟男人正面冲突 火上浇油 如果要评选模范丈夫 邻居们一定会把票投给袁叔叔 结婚三十年 他从没对老婆大声说过话 别替吵架冻粗了 家里家卫的事情 他一把抓 从不让老婆操心 袁叔叔在新婚时 被老婆随口一夸 你干活真利索 比我强多了 从此就踩入温柔陷阱 再也没有出来 他老婆是个有福的女人 他的福气全在口中 他一开口就是温柔的赞美 从来不批评挑剔 百炼钢 敌不过绕纸柔 聪明的女人 不跟男人比高升 也不让男人听他的 能征服坚强的不是批评 是夸奖 夸奖能把日子过程同化 而挑剔能把家庭变成战场 男人都渴望被认可和夸奖 女人如果太强势 一心想做她的老板 男人就会产生逆反心理 不但撂挑子不干 还就地卧倒 让你干瞪眼 相反如果常常夸奖男人 他们会充满干劲 愿意付出更多 幸福的婚姻一书指出 对维持一桩有价值的 长久的感情生活而言 喜爱和赞美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对夫妻越能互相理解 欣赏尊重对方 将来就又有可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有男人说温柔的赞美是女人 以大杀气 不管什么形式的赞美 我都顶不住 只有投降 努力做个好男人 报答老婆的之与之恩 二被夸奖的男人有干劲 对于男人往往你说他什么样 他就是什么样 人性的弱点是都喜欢别人夸奖自己 曾经一位朋友说 对大部分男性而言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因为有家了 所以会拼尽全力努力工作 让家人衣食不愁 回到家甘愿把皮肋掩藏住 不让家人知道 他回到家 他老婆总是先给他端来一杯温水 然后给他揉揉肩 问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陪他说话的功夫 不着痕迹地夸奖一下丈夫 他就在这片刻互动中 消除了批乏和压力 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给老婆 反正连自己都是他的 说到底再强大的男人也会想到 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认可 就算事业多么成功 也会有点小孩子气 男人跟小孩一样都是靠哄的 男人活到八十岁都是小孩子 网友小李回到家多数时候是沉默的 即便家务全包 老婆还嫌他不够好 总是挑剔批评 拿他和别人比 说他不如别人 他觉得伤心 也就不想跟老婆说话了 因为吵架会互相伤害 天天哄着也真心累 只好躲在一边 装听不见 日子久了感情就越来越冷 婚后的感情也是要经常经营维护的 如果妻子不把丈夫放在眼里 做得好 不表扬 做得不好 加倍批评 男人哪里还有干净呢 戴尔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中写道 如果你想说服别人 就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 从称赞和欣赏他人开始 女人口吐莲花就是男人的半个活菩萨 口吐利己就是魔鬼夜叉 让人避之不及 如果把批评换成不同角度的赞美和鼓励 不但度了男人的辛苦 还会让他们更有精神 充满干净 三 被夸奖的男人更出色 听人说过被异性崇拜 是一个男人从幼儿园到敬老院 从不会改变的 最开心的是 一个男生考本院研究生失败 在准备另外一所大学的调剂考试时 面临了一项巨大的考验 要三天速成这一所大学的专业课 加上之前没想到自己考不上 没找工作 那几天万年俱灰 看不进书 晚上持续失眠 非常煎熬 在他想放弃的时候 女朋友说 不管怎样 我男朋友都是最棒的 我相信我男朋友到哪都会发光 女友的日常夸奖成了他最大的动力 让这个颓丧的青年瞬间有了精神 就这样一个从考研炮灰到成功拿了两个985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成功上岸 从不可能到很出色 差的就是一个夸奖 自尊心强的男人你越夸他就越出色 随口夸几句 就是最好的加油大气 蔡绍芬被调侃为炫富狂魔 她的口头禅士 我老公怎样 因为她的老公满身都是才华 会功夫会跳舞会剪辑会唱歌 顾佳有责任感 她的优点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而这个天天被老婆夸的男人 也用耀眼的成绩证明了太太的好眼光 男人外表虽然强悍 其实内心也有软弱的时候 也希望能得到鼓励 只是高贵的自尊心不允许他们显露出来 女人也就常常被他们展现的自信所迷惑 如果女人能看透这一点 日常多多鼓励肯定他们 用每日一夸代替挑剔不满 他们会更有自信和勇气 去挑战有难度的事 事业也会越来越成功 世上本没有奇迹 夸得多了就能不断创造奇迹 学会赞美就像随身携带这把万能钥匙 你能打开世上所有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